欸我聊四季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yo 今天要來看Balance對傷BChester 那這場比賽是賽斯均衡 好 那因為由於是賽斯的關係 一開始大家村民是九村起跳 那一開始就有九村的關係 所以配置也會有所不同 那驅逐羅倫開局比較特別 一開始會有兩個果蟲在自己的TC裡面 那他還要趕快盡早去開出自己的模仿 然後趕快把自己的豬啊 羊啊 可以驅化的動物趕快放在模仿裡 這樣子他就可以獲得大量的食物 那這個食物就會像生物一樣 慢慢增加這個食物的數量 非常的爽 所以有一些像是很多馴服的綿羊的地圖 例如什麼尤加多 欸尤加多好像是野生動物 例如像什麼幽靈虎之類的 中間一堆養的一些地圖的時候 驅逐羅倫選擇算是一個不錯的開局方式 那驅逐羅倫最大的特色 還是他的駱駝 騎兵單位有外傷害這件事情 那再來就是他這個六環童子 把刃頭子手 有相當強的一個串燒能力 人形奴炮的 UU寶兵 那我覺得驅逐羅倫最強大還是他的 薩地利科技 可以減少25%的食物消耗量 那這個效果可以讓他在後期 爆出很多肉門 或者是一些 使用肉的這些單位 去防守或進攻都很好用 好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庫曼 庫曼的話最大的特色 是他在封建時代 就可以蓋下他的城鎮中心 第二個城鎮中心 就可以蓋下詹布爾蓋第三個 那庫曼這個文明 非常的微妙 他基本上是一個戰鬥民族 但他的經濟來說卻是不錯的 那本身還是比較偏向於走這個 騎兵路線的話 那他的遊俠也是全遊戲一面跑最快的 但是他的寶兵呢 是工兵科技的 寶兵是這個清查 是一個馬攻單位 但他的馬攻只有二級色 所以庫曼到後期 只會走兩個選項 一個就是走遊俠路線 跟草原騎兵 還有這個清查 這三種兵種是為主力的 那屈特洛人剛好有駱駝 可以counter庫曼的馬 所以這邊就要來看一下 庫曼要怎麼去對應對方駱駝的壓制 好 那我們最近喔 有觀眾在反應 要不要來講一下地圖的優劣喔 那以前我也是跟chip一樣 就是會講地圖優劣 但是發現大家覺得好像 講地圖優劣講太久了 大家覺得前面的接受太長 那我還是來試著講一下好了 那我們要稍微理解一下 這個遊戲的黑暗時代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果子 那為什麼是果子喔 你看這個果子總共125肉 那總共有6個果子的話 這就意味著 總共會超過大概700肉 甚至600肉左右 這些肉全部吃完喔 可以讓你出很多的肉碼 或是直接升城堡時代都沒問題 所以其實喔前期 如何守住果子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也可以算是說是 黑暗時代的黃金礦的概念 那當然喔上到封建時代之後 金礦的防守 是顯為更重要的一點 所以我覺得在遊戲裡面喔 前期果子的防守 位置是蠻尷尬的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紫色喔 VChester 鋪曼這邊圍的圍法就很不錯 這裡有個細節喔 你在圍圍加的時候 千萬不能這樣直接拉到底喔 那你要稍微這樣圍一下 然後讓這邊是下坡處 那敵人在進攻的時候 他只能在第一處喔 攻擊力 那你這邊的兵就可以上高地喔 去反制對手 防守起來你會比較輕鬆一點 這算是一個前期的細節 圍加的一個方法 好那封建時代了 庫曼已經蓋下自己的TC 好 那如果要圍加的話 這邊再圍一下就好了 那這樣地圖是比賽地圖關係 所以其實 地圖上來是比較平衡一點的 你們看這個圍的長度喔 其實是差不多的 看這邊圍 圍的感覺好像兩邊都很長 確實是這樣子喔 因爲地圖有做一個很不錯的平衡 那圍加的時候喔 盡肯呢 可以利用這個石頭跟金礦 去延展你的圍牆 因爲這些地方 是不需要 再讓你花費喔 去蓋這個木牆 因爲你拉村民去挖 圍這個木牆的時候 就會浪費他的建造時間喔 建造時間就是等於採集時間 但是圍越少越好 盡肯去用這個去利用 那我覺得 這種情況下來說的話 庫曼這邊是 比較糟糕一點的 驅座羅倫是比較舒服的 應該這邊果子都在貨放喔 爽爽吃 而且都已經上到封建時代了 那庫曼很有可能喔 城堡快要打完喔 快要上城堡時代喔 才會把這個果子吃完了 這個果子就會顯得特別危險 好 那伊歐肯喔 驅座羅倫是直接打一個直城 他的經濟看起來 我就是要打直城喔 但是庫曼這邊是選擇一個封建爆村民喔 所以他這邊勢必要撒田 那庫曼撒田前寫有個細節喔 要不要去點這個一級農 是個重點 如果不點一級農 直接開撒田的話 好處是比較不容易斷村喔 因爲他是要送TC爆村民喔 好這樣才不會斷經濟 但是缺點就是一級農很難點下 不撒田的話又很尷尬 撒了田又覺得很虧 所以庫曼這個一級農 到底要先點這個一級農還是一級農 這個是值得商榷的一件事情 我個人玩庫曼是比較喜歡點一級農 而不是點一級伐木先 不會先點一級農之後 食物跟木頭夠的時候 再去點這個伐木場 這樣一來的話 你去撒農田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那麼心痛 因爲你這個田一蓋好 肉量不多 你看這個只有175肉而已 基本上跟果汁差不多 果汁是125肉 你一片農田只比多一個 果汁多50肉而已 你說這個農田虧不虧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庫曼這個細節 可以在玩的時候可以注意一下 我覺得先點一級農比較重要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曲德羅倫 曲德羅倫這邊 上到了城堡時代 城堡時代 這邊應該是會馬上補下3TC開農 但也有可能直接補一個軍營 然後直接雙馬舊 爆草原騎兵 不是草原騎兵 這個駱駝 或是曲德羅倫的專屬的馬 這個沙騎馬 可以打一下 那目前看起來曲德羅倫的走向 比較偏向於3TC開農 為什麼會這樣說的原因 是因爲 它並沒有去下軍營 沒有下軍營 然後又在純木頭 純木頭又有在撒了點農田 就很刻意的感覺到 它是有在顧食物的肉量 還有木頭的需求量 它可能覺得擴曼封建時代 已經是開TC的關係 已經開農了 那它自己不趕快上城堡時代3TC開農 可能會 經濟上會輸對手輸太多 所以這邊是決定 前起先不先前壓 直接先來個3TC開農 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我們就稍微加速一下 村民 這個人種田 3TC農下 庫曼這邊有上到城堡時代的時候 也是要趕快補下第三個TC 然後庫曼一上城堡時代之後 有個優勢 可以直接選擇寶兵路線 或是直接打草原騎兵路線 都可以 那我根本覺得庫曼這個文明 打草原騎兵有點危險 而且對方有落頭的情況下 所以我覺得直接打清採也是不錯的選擇 看看有沒有挖石頭就知道了 就知道他要打什麼 有人在挖 三個人在挖有點少 如果是要直接打寶兵的話 可能會有點慢 那庫曼第二個選擇 就是直接打清騎兵 加生旅 的一個壓制打法 那為什麼是清騎兵 原因是因為 上到城堡時代的 去著羅倫 不然一定會趕快下修道院 然後去撿生物 哇他已經撿一個了 好快喔 那這個時候 他自己清騎兵就會去抓對方的生旅 但是對方有這邊出駱駝 所以就是盡可能避障 阻止對方抓生旅 這件事情就好 正面一定打不贏 但至少也要拖還對手 出駱駝的進攻的節奏 那上到城堡時代庫曼 就可以補下清騎兵跟修道院 生旅可以招對方駱駝 清騎兵可以打包對方的生旅 而且還有抗招想能力 其實這個打法算是不錯的 而且是遇到這種駱駝強過的時候 牽騎兵加生旅的打法 是非常厲害的 好 那庫曼這邊直接上到城堡時代之後 馬上蓋下一座城堡 後面有補了很多人去挖石頭 所以這個城堡才蓋得起來 OK 看來是要走一個清查路線喔 但目前庫曼這邊 補的木頭有點少 所以修道院可能會慢一點出來 他這邊確定是有兩個生物可以自己撿到 那確實也是這樣子 哇 這隻生旅也沒被砍死阿 這個刺口很可惜 雖然是高打低 但是還是守住了 既然這邊去著論 就點下神聖思想了 這個血量來到45滴血的生旅阿 很坦的 OK 那地圖很平衡的關係喔 所以這兩個生物是穩穩的阿 修道院可能也不用第時間下了 好像開出地上的TC開農 然後牆中間也是不錯的 好這邊直接來中間插城堡 中間有大量的紅金喔 這邊只要插下一座城堡 基本上勝率提高個87% 好沒什麼問題 好 那去著論論這裡服下第四個TC 這是蓋在比較外面的位置喔 哇 去著論論這邊打的偏濃喔 這個城堡 開始穩穩的起來起來 那庫曼這裡有點微妙的事情是 因為它出青茶的關係喔 所以它沒有辦法 直接出太多的這個 沒有辦法直接蓋它第三個TC喔 因為這個木頭消耗量太大 唉 那這樣子打會不會出事啊 我覺得好像會 這個青茶的 又被招走兩隻 那庫曼這邊木頭很缺喔 又要一直安清茶的關係 那肉類基本上已經快要 可以到這個城堡時代了 喔電容時代了 電容時代只差一點點 那這邊也可以考慮喔 直接去下這個工兵的鎧甲 工兵護甲趕快點下 但是我覺得點下來也沒什麼 太大意義就是了 因為對方喔 是打一個駱駝路線加上升旅喔 基本上工兵的防護率 沒有醒的那麼重要 好 這邊要來上了硬點了 只能點掉一隻 可能會不會招走一隻嗎 哇 沒招到 就是這樣子中斷對方施法 然後只點射 好 再點一下 再點一下 OK 三隻聖女全部處理掉 但是駱駝也收掉了兩隻青茶 第三隻也收掉 好 但是青茶打駱駝傷也是很高的 因為駱駝本身沒什麼 遠距離防禦力喔 連近盤都沒有 好 這根城堡有可能蓋不起來 那這時候去著羅倫要對應這個方法 就比較簡單一點喔 可以直接出這個閃避馬 就是我們俗稱的沙奇馬 那沙奇馬的話其實也不太好 針對青茶 因為青茶是本身是散彈弓兵喔 那青茶的特殊效果是可以直接擋下箭矢 他好像擋5發吧還是8發這樣子 我記得一開始是5發吧 沒意外的話 有點忘記他是擋直吧 那去著羅倫可以擋箭矢的關係 那他就是散彈馬公喔 所以他擋箭矢效果其實沒那麼好 但是這個情況下喔 再繼續出駱駝 絕對是會有點慘了 不如直接出閃避馬 多多少少去阻擋對手的箭矢喔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裡城堡應該可以蓋得起來 這個城堡蓋起來這個TC應該也是沒救 好 庫曼直接一個雙TC上帝王 清茶壓制 中間壓寶 這個打法看似是蠻穩的喔 但是屈特羅倫這邊經濟非常好 106吋對88吋 而且聖物的話是有小小的領先的幅度的 那庫曼這邊是還沒有減聖物的 所以這個聖物的經濟優勢還沒有拿到 應該說是已經被驅逐羅倫拿到了 那庫曼這裡是完全要來一個強軍事的關係 所以完全無視對手 好 到底在幹嘛 反正我就是一句推 在Trace喔 庫曼也是該這樣做 不然他這樣打得很容易真的會打輸 那庫曼的一個問題喔 就是他的手有點短 射程只有6而已喔 這邊清他回城堡 稍微補下血休息一下 這邊增加一下這個箭矢的傷害喔 這樣射城堡很快就可以射掉了 好吧 不是射城堡 射對面的TC 城鎮中心 OK 射掉之後 閃人出來 這邊就可以去想一下 要不要再繼續繞背 繼續騷擾 這邊其實有洞的 果然看到 但是這個哨戰喔 已經看在眼裡了 那應該會先射掉這個哨戰吧 呵呵呵 手槍組不射掉 好 哇 驅者羅倫這邊上到地龍時代之後 馬上點下薩蒂莉 還有這個鍛造技術喔 開始來提升馬舊的空房的傷害了 這邊確實開始出了這個 施力瓦姆殺騎兵 俗稱的殺騎馬 殺騎馬 比空間實能力其實是不錯的 好 又來了 來看一下這個閃避馬的特殊能力 這個庫曼完全直接不理 好 這邊補下了彈道學 跟拇指環 要來增加一下這個馬功的 射速 還有這個準度 不然這個馬功 雖然射得很乖 好 那這裡兩邊喔 都有村民在蓋哨戰喔 甚至去蓋了馬舊 要來偷家啦 那B Chester 這桌城堡 蓋的就有點偏保守了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想要壓這個位置喔 繼續給對手更大的壓力 那這兩個城堡 用意只是要防止對手 進入這個黃金金礦區的關係喔 所以並沒有差那麼激進喔 連環把直接抄到他的農田 這個算是伏筆嗎 但這個時間點喔 他再不趕快去爆兵的話 可能會有點危險 好 這個取守羅人 果然莎其馬上來硬拆 巨頭師應該沒問題 可以收掉三台 兩台打掉 但是清查的傷害非常高 直接收掉了非常多的莎其馬 這個擋箭矢效果好像有跟沒有一樣啊 好慘啊 有彈道學的城堡好痛啊 還是有躲掉眼箭矢啦 還可以還可以 能接受能接受 那這邊剪下了莎其馬的精銳升級 看來要來大幅強化一下莎其馬的路線 看他也覺得喔 莎其馬是他唯一的希望 那莎其馬比較特別的點 是他不像騎士的一般喔 需要這麼多黃金喔 他的黃金需求量我記得是騎士的一半吧 甚至一半都不到 所以盡可能喔 就可以把他當作步兵來用 比較會比較貴的劍勇 而且跑得比較快喔 所以這個單位是騎士非常強大 雖然傷害是比騎士稍微少了一些些喔 但精銳之後喔 攻擊力還有11喔 還算不錯的 好 那待會二攻點下 因為屈子無倫沒有三攻啊 那趕快三防點下 二攻點下之後 這個莎其馬的能力喔 會再更強一點 三過城堡之 接連圍 那屈子無倫這邊壓力非常大喔 所以他用巨頭打的話也不一定打得贏 這邊要怎麼反擊呢 這邊決定直接繞背 後方有幾隻殺騎馬托砍村民 然後青柴也可以反擊成功 漂亮 這邊能打得下來嗎 喔 雖然正面被強攻了 但是這邊選擇撤退 沒有選擇正面硬打 那後面喔 盡可能產兵去防守 庫曼後面的經濟 這邊是青柴一直線 加上屈子羅倫的騎兵 變得在互相傷害 看起來庫曼勝率非常高啊 巨頭 防禦 唉唷 雙兵攻場喔 細節細節 這樣提升攻防速度就很快了 這個成型時間更早了一點 但現在Balance這邊有個問題喔 他已經完全斷金了 黃金完全歸零 那這裡該怎麼打呢 他這邊可能要找 沒有被城堡壓到的射程 像這塊金就可以挖 還有這塊 但是你真的去挖金的話 又要小心對方的青柴 機動性的來去抓你的挖礦村民 但是斷金的話又更沒救 我覺得好像Balance快投降 是我的錯覺 這邊莎琪馬過來打個一波 但自己送到非常多嘛 雖然你是把巨頭自己給收掉了 好 那我覺得這邊可能青柴要直接進去 打一波會比較好 不能在這邊設外面建築物了 現在給他時間其實不多了 因為家裡有點危險喔 快要守無助的感覺 這邊一定要重創對手的經濟喔 會比較好 好這邊莎琪馬直接在後面繞背一波 砍 這邊巨頭自己很低 前面被射掉 冤箭矢數量夠多 射巨頭會很快的 OK莎琪馬過來 反擊一波好像有機會 扛箭矢的效果開始展現了出來 冤箭矢現在有三防了 抗箭矢能力非常好 莎琪馬直接被擊退了回去 而且莎琪馬青柴被擊退了回去了 好莎琪馬一直走過來 OK這個點色還是足夠有殺傷力的 好但青柴數量大概被削減快到一半左右的數量 有點危險 數量不夠多的青柴是沒辦法打贏殺琪馬 好這邊直接被繞了一個洞進來 哇這一波Balance打得非常漂亮喔 這個多線進攻 騷擾打得很好 直接挖出一個洞來 那這邊這邊 沒動 這邊用駐守模式喔完全不動 有點尷尬喔 好左邊這邊補下一個城堡要來防守 這邊部分 看起來又要來這場去打一波喔 看來要指令拆巨頭 看黃金一直不夠是個問題喔 這邊又再買賣了一波 賣了一些食物 換了一點黃金回來 那就可以再按一些殺氣馬 那依舊沒有黃金的Balance 該怎麼打有黃金的庫曼呢 說實在我想到有其他方法喔 可以庫曼 讓庫曼的黃金這麼多 肉可能甜再灑一點喔 再狠一點喔 直接再開個TC喔 再把這個村民補上來 是比較好的 結果在後面開個TC 什麼意思 他直接到他的後 他家後方的野區森林 直接開個TC 是要在這邊開弩的意思嗎 這邊這邊在起火 好 這邊很省色一些清場 好 殺氣馬再過來 殺氣馬的優點就是 黃金需求量真的很省 喔 這邊包夾包得很漂亮喔 這邊性可能想要上高地 這邊會進城堡嗎 好 進一下城堡喔 躲一下箭矢 不是躲一下箭矢 增加一下城堡的傷害喔 順便躲下傷害 這邊我要放村民 不知道會不會出事 唉唷 這邊居然存了三巨頭 三巨頭要準備來開拆城堡 他們要把家裡門口 這一個礦區給拿回來喔 那庫曼這邊會讓他秤性如意的嗎 那清塔這邊 數量其實有點少 後面補下更多清場跟駱駝 將來直接來個絕地大反攻 那對於打駱駝的話 本身殺氣馬是打不太贏的 這邊還是再繼續爆 好 這邊有一個機會喔 可以去點一下 一桌城堡在後面 呃 前線的殺氣馬 進攻 天塔在高地射得非常痛 這邊再回高地 再防守一波 這邊單位完全不能送掉了 一充掉就沒救了 哇 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兩邊的傷害全部硬A了上去 但是庫曼這邊大叔啊 這邊前方已經沒有任何的駱駝了 只剩下清查可以做甩 甩弓的動作 完了完了完了 BBQ了 這個看起來第三座城堡 也可以拿下來 好 那 缺德論 村民宿現在137村喔 非常多 那庫曼這邊是124村喔 雖然村民宿不是重點 但是 司機力為一個細節喔 就是要盡可能把自己的人口吃 我拼到200人口 才可以把18人的經濟打到最大化 還有軍事最大化 你要把你的人口 搶上成的經 搶上成的經濟跟軍力 你一直沒有買的話 就代表你還不是最頂峰的時候 好 庫曼這邊 很快不錯 這邊也是有城堡 應該是 穩穩的鎖得下來了 雖然這裡也是橙色一些單位喔 但至少要把庫曼這邊的 輕卡的數量 一直壓制住在比較安全的數量 至少不是那種 四五十隻 直接騎射十兩隻 自己的沙奇瑪之類的數量 那真的是很難纏 我覺得這半日子看起來是有點瘦 但其實我覺得也還好 因為你看他這樣子 數量變少之後 這邊沙奇瑪被射個幾波 還可以 含血走出來 至少也不會射個幾隻 好 這邊 卡西瑪直接上去硬招 要來Cover下山巨頭架起來的時間 這邊打一個超級雙線 正面開打 輕卡只能被逼到往後 哇 這輕卡倒的有點快 好 城堡也在修 好 城堡也在修的很少 好 城堡是記憶區輸出 哇 沙奇瑪 數量開始爆了起來 開始有黃金了 31個人挖黃金 怎麼搞的 怎麼黃金這麼多 他剛剛是想拉一堆村民來挖這個嗎 好 後面這邊直接被被 哇 哇這什麼 鬼操 這個是驅者羅倫的村民 直接在他後方蓋城堡 結果輕卡發現回來回救 但沙奇瑪也追過來 哇 比赤斯特 居然被打出了一個四季大逆轉啊 沒想到山洞城堡 直接被驅者羅倫 半暗時直接拆了 然後這邊打出一個 驚為貼了的超級逆轉 我的天 這到底怎麼打的 不然這邊應該要早點上遊俠 去做反打比較好 但是我差一直覺得 自己可以用輕卡配上駱駝 去反擊對手就好 那我覺得有點可惜 這個 本來礦區是穩穩拿下來的 但是自己的競爭單位一直不夠 其實肉量自己也是很多 但 不太確定什麼原因 可能是覺得自己 雙線一直打輸吧 然後這邊 沙奇瑪又會一直瘋狂騷擾 那巴安石這邊多線 真的打得很漂亮 除了左邊這邊墓區 全部的村民都被塗光了 那右邊也是 右邊這邊也是 一直有沙奇瑪在偷砍的 非常難產的 哇 沒想到這張地圖 可以這樣子瘋狂打多線 拿到優勢 然後後面來個絕地大逆轉 反推對方城堡 直接把這個金晃區 再多了回來 進行反殺的動作 哇 非常漂亮的 這個驅逐路人真是OP 但是也是使用者玩得好 好來看看經濟 雖然經濟驅逐路人這邊有個小細節沒做好 這個手推車太晚點了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庫曼是完全沒有點手推車 連二級農都沒有 非常慘 他有三級目也沒有點 這邊他也專心在打軍事的關係 所以導致他一些經濟的細節也沒有做好 很容易被對手反超經濟甚至逆轉 而且巴安石這邊還有三生物的優勢 那Mitchest這邊是一個生物都沒有拿 所以經濟上總量來說還是稍微少了一點 雖然庫曼有空下中間的金礦處 但是黃金獲取量卻比空下金的人還要少 這個就是一個經濟細節 用經濟去換成黃金 然後再爆出兵來的一個打法 所以大家以後再玩到套金茶之後 千萬不要輕易放棄 還是有方法可以逆轉 即使沒有黃金也有沒有黃金的打法 這就算是蠻好的一個範本的比賽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要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